卡其尔森林矿区 曾是比利时瓦隆区的四大煤矿之一 如今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15年5月 受比利时蒙斯文化之都主办方的邀请 林祥雄在这里举办了名为 林祥雄的艺术世界的个人画展 此次画展分为 弱势族群 话说南洋 诅咒战争 大地之美 和人祸肆虐五个板块 共展出了林祥雄创作的28幅作品 这个景象是50年代新加坡河的旁边 新加坡我们大家明白 它是一个小岛 几十年来它的经济来源是靠了一个转印 那么在河边有系列的货厂 那么有一大堆劳工去住在屋檐下 这个后面是它的货厂 这个景象现在已经不在了 新加坡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了 可是新加坡今天的繁荣 是依托这一批一批的劳力代价建造起来了 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的繁荣 我们还要记得他们付出了劳动的代价 所以留作一个历史的代表 作为蒙斯文化之都活动的一部分 林祥雄举办的这次画展 在全欧洲 来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然后有森斯, capital的文化 文化的文化 是一种很大的文化 是整个年来的森斯 是一种国家的文化 文化的文化 我们有很多优优 在这些美丽业的展示 在一个名称的地位 在一个名称的地位 设计之后 是一种古代码的 所以是一种社会的问题 是一种社会的问题 林祥雄在西方取得成功 不仅仅是依靠他的绘画风格和艺术功底 更重要的是他绘画作品里表达的艺术理念 几十年过来 我相对的比较关心时代的演变 关怀社会的变迁 关切人类的生存 这些都是我的思想主题 当一个艺术家有了这个思想主题以后 他日常切除的实与物客观的现实 他很快掌握到他想要表达的思想跟主题 在林祥雄的众多绘画作品中 以反战和环保为主题的画作 格外引人注目 林祥雄的画作淋漓尽致地展示了 战争的残酷和污染 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透过笔墨和宣纸 能看到他对于人类发展过程中 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担忧和思考 2014年创造这几幅 表现了中东战胜的长岸 什么废弃求纯啊 逃出火海啊等等等等 为了说明什么 希望通过这段画面 让更多有色知识 跟我们一起呼吁反战 非常没有人性人道的战争 对人类对生灵是一个土匪 是绝对不允许再次再蔓延下去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东方知识分子 一个中心思想 做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 他不担忧关怀时代 关切社会 关注人生 他更应该把所想所思 通过你的艺术作品为载体 让受者更大的观众来理解 朝向你共同的方向 为人类争取和谐天下的一个世界 艺术缺乏生活气息或社会意识 便会逐渐枯萎甚至死亡 林祥雄谨守这些理念不曾动摇 他以绘画作品为载体 每一幅绘画都有一个主题 都有他对于我们所处的世界 深深的哲学思考 东西方文化跟东西方哲学 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载体 我们经常说 西方文化跟西方哲学 它是有征服自然 它是有找到答案 不管任何事情 它只会追究到底 只做的 只有研究一切未知的东西 东方这些呢 天人之邪 何为贵 何而不同 尤其老庄司讲 他更倾向于道法之狼 以自狼共处 当然在现实上 是有点无为了 可是在人的过程中 最后 从有为到无为是一个过程 因此呢 东西方这两个文化主流呢 就会产生一种摩擦 我现在在做一些 东西文化的融合 与创新的工作 我有信心 也有决心 把它做得更好 这次在欧洲举办画展 让西方观众感受到了东方艺术的魅力 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和交流 林翔雄用画笔 欧哥人性中的美好 编踏人类社会中的邪恶和罪孽 在东方 有人把它称为画坛鲁迅 我年轻的时候就写了很多杂文 而且利用鲁兴的那句话 恒眉冷对千夫子 副手刚为炉子牛 长期来我用恒眉为笔名 写了很多包括文学啊 批评啊 理论等等 那么我对鲁兴先生呢 是极端的崇拜 作为一个文人 尤其东方的知识分子 假设中国有更多的鲁兴就能精神 我觉得社会更好 更会提醒我们 作为一个中华民主义分子 应该怎么样挺胸安守 立足在世界之灵 作为二十一世纪 东方世界的知识分子 和艺术家 林祥雄对于时代 对于社会和人类 有着纯洁的真爱情怀 悲天闽人 关怀人间 从1976年到2012年的 三十多年间 他出版了散文 一评理论等八部著作 并在2013年 汇集成六册的祥雄文集 和四册凭借集 关心民生疾苦 忧虑人类命运 使林祥雄 艺术世界的永恒主题 那也就是在社交文化 是 其中一位最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 自己的文化 是在社交文化 是在社交文化 和社交文化 给我们最重要的生活 和平均的交流 我们变化 这编辑 这编辑 这就是一个古代的中国传统 这里是一个超级的展示 有很多语言 有很多能力 在色彩的颜色 在信息中的语言 这语言可以从心中的语言 和心中的语言 或是完全和心中的语言 如果您的语言 在这一体表现 林祥雄 已经70岁了 她经历了 她经历了 从对云云众生和万千社会的关注中 陶冶出自身的情操和艺术的养分 作为一个有着深深哲学思考的画家 林祥雄在画中所体现的艺术价值 超越了东西方地域的局限 触及到人类的灵魂 在这边的课程中是一个有关的设论 《设论》可能不是一个课程中的课程中 可能一生意课程中 没有一个课程中 我认为在设论中 我认为一生意课程中 我认为一生意课程中 是一生意课程中 并且有同学的课程中 与教授中 与教授中 和所有的問題, 和整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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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些事情上, 在某些地方, 在某些地方, 但在某些地方, 就是某些地方, 所以,我認為, 非常有趣, 在某些地方, 在某些地方, 是最特別的。 懷揣著, 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使命, 林祥雄在比利時, 舉辦畫展期間, 還來到了, 位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 藝術大學, 進行交流和訪問。 在某些地方, 在某些地方, 有關聯繫, 在某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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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些地方。 面前這幅, 極附東方哲學韻味的作品, 名叫《踏秋圖》, 是林祥雄, 專門為北京大學所作。 2014年6月6日, 林祥雄, 成為正式受聘北大教授的, 首位海外畫家。 他創作的這幅踏秋圖, 贈予了北京大學。 十年數目,百年數人。 這幅踏秋圖, 反映了, 他對北大孕育國家動量的, 殷切期望。 2015年6月6日, 由林祥雄主導,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 和新加坡延黃國際文化協會主辦的, 21世紀東方文化論壇, 首届國際學術研討會, 在北京大學百年獎堂開幕。 這次論壇, 匯集了, 世界有名的漢學家、 思想家和哲學家。 北京大學副校長李延松致歡迎辭。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宁奇教授。 歐盟文化中心合作組織前主席拉賈斯先生, 先後致辭。 著名學者,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理事會主席王庚武教授致開幕辭。 他們高度讚賞和肯定了大會的學術價值及其舉辦的歷史意義。 來自海內外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百余名學者參加了本届研討會。 這次論壇, 據林祥雄受聘偉大教授, 相隔整整一年。 這是林祥雄對於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和創新的一次有力探索。 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兩者之間一定要對話碰撞。 我們不想對抗。 大家平心盡氣, 把老祖宗給我們的文化典藏, 好好地拿來分享。 達到人心更平衡。 所以我對這個論壇寄予厚望。 那接下來十年, 在全世界舉辦了十届這樣的論壇。 我希望到了十年以後, 那時候我已經八十歲了。 希望我的文化事業跟我的藝術事業, 希望八十年以後, 我還是這麼健康, 能夠接受你的訪問。 那是我最大的希望。 2010到2015年間, 林祥雄在新加坡, 澳大利亞墨爾本和中國北京策劃並舉辦了 世界21世紀中華文化世界論壇、 東方文化論壇等國際文化研討會。 多年來, 林祥雄一直以藝術創作為舞台, 以推廣中華文化為己任, 不斷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和對話。 談起未來的幾話, 林祥雄說, 在歐洲舉辦畫展是藝術人生的一個起點。 關於促進東西方文化的交流, 自己還有很多事要做。